大家好,我是靳 今天我们来做黄焖鸡米饭 吃这个菜,米饭消耗就会比平时的多 绝对是米饭杀手 虽然好吃,但是制作不难 我们开始吧 干香菇冲洗干净,用清水泡饭 泡香菇的水留着备用 鸡肉切成小块 你可以用整鸡,也可以用鸡腿或者是鸡翅 总之要带骨头的才好吃 开火加凉水,放入两片姜 把切好的鸡块来焯水 水开后大约再煮一分多钟就可以出锅了 焯过水的鸡块来做黄焖鸡比较香,没有腥味 焯好的鸡块在流动水下清洗干净 然后我们来准备配菜 胡萝卜切成滚刀块,你也可以用土豆块 芹菜斜刀切厚片 彩椒也切大块 尖椒切段 泡发的香菇切片 小葱切大段 生姜切厚片 再准备几个大蒜 开火热锅,倒少许油 加入八角和香叶 炒至八角出香味的时候,倒入空过水的鸡块 翻炒把鸡块的水分基本上炒干 最好能炒到鸡块微微的泛黄 加入两大勺料酒 再加入准备好的葱姜蒜 倒入两大勺酱油 两勺蚝油 然后倒入泡发香菇的水 没过鸡块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两个干辣椒 一小把冰糖 切好的香菇片 一勺老抽 拌匀加盖大火烧开 开锅后加入准备好的胡萝卜块 加盖再次煮开 然后转小火焖15-20分钟左右 焖至鸡块基本软烂 可以用筷子轻松扎透的时候 加入盐调味 盐的多少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搅拌一下 加盖小火再煮3-4分钟 让盐入味 然后倒入所有的配菜 加盖再焖一两分钟 时间不要太长 青菜断生就可以了 出锅前再加少许的黑胡椒粉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装盘以后在上面撒一些小葱碎 配上白米饭 太香了 特别下饭 你们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